于是乱发脾气的老实 在秦木格的眼里 没有那么的无力取闹了 天知道老实心里 有多么的冒火 等老实心里 稍微的轻松了一点之后 秦木格才叹了口气说道 爷 那就将洪峰叫回来吧 老实点了点头 告诉秦木格 他也是这么打算的 安根泽说道 阿玛 这不像三弟做的事 也许有什么误会呢 不如先问问三弟 到底什么情况吧 你十四叔没冤枉他 因为老实在收到 十四的折子没多久 军中的密探 发给老实的折子也到了 和十四说的一样 安安又说 阿玛 那就再等几天再说吧 三弟的信按理来说也该到了 还是先听听三弟怎么说 反正十四叔 如今肯定也盯紧了三弟 他也惹不出什么祸来 不及这一两天的功夫 楚秀公的秦木格 翻看了内务府送来的报表 不由地轻轻地叹口气 安安皱着眉头 笑声地劝道 黄阿娘 秦木格再次地叹了声 哎哟 我晓得一口吃不了个大胖子 只是有些憋闷哪 你阿玛天天跟银子瞅 下面这些人却昧着良心贪钱 哎呀 黄阿娘 这些日子为了弟弟们的事 黄阿玛已经是焦头烂额的了 这点小事还是先瞒着他吧 反正如今也不能有什么大动作 除了让黄阿玛跟我伙之外 也没有别的益处了 嗯 我知道 你黄阿玛登基没有多久 不适宜立马动内务府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我还是懂的 安安放心了 但还是笑道 黄阿娘 你可别说漏了嘴 安安觉得 秦木格好似不怎么能藏得猪画 秦木格则撇了撇嘴 心想着 我嘴还不言 早被当妖怪给烧死了 不过虽然如今 不是大力整顿内务府的时机 但是秦木格却不打算让内务府那帮贪钱的人 贪得太容易 想了想 便将十四福尽请了过来 虽然十四和老十的关系还不错 但是秦木格与十四福尽并没有什么接触 要知道 八福尽和九福尽当时 可是热脸贴了秦木格的冷屁股 三人间的友谊 才渐渐地开了花 因此 得了召唤的十四福尽 便有些拘谨了 不过 秦木格却很是亲切 关心地问十四福尽 有没有什么困难 到会谈结束的时候 才对十四福尽说道 内务府如今在准备 你们开府的事宜 皇上国事繁重 没经历事无巨绩的过问 我这边也操心安安地婚事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 看护不周的地方 十四福尽急忙地表白 说老十两口子 对自己一家已经是很是看顾了 秦木格摆了摆手 笑着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叫十四福尽亲自过问他们开府的事情 府邸是早就选好了 你就只需要定点哪些地方需要修缮 屋里需要哪些家具 园子该怎么修整就行了 其实也挺简单的 你若是不方便出宫的话 就叫红明出面好了 十四福尽 有点疑惑地看着秦木格 秦木格想了想 又说了一句 你若是觉得内务府的工匠不称心 就换了就是了 我和皇上不会说什么的 十四弟在外卫国操劳 为他破点力也是应该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 十四福尽自然明白了秦木格的用意 因为开府是有预算资金的 除了房子的费用 田庄的费用 不管剩下多少都会交给开府对象 算作他们运转服务的第一笔资金 田庄的价格都是明的 没有多少猫腻 但是房屋修缮的水分可就太大了 如果能将这一块把好关 那么搬家的时候 现银可是会增加不少 不过十四福尽可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 对于内务府弯弯绕绕 那是门清的 因此便不怎么想当出头鸟 连敢得罪老实母舅的秦木格 都不想去招惹内务府 怎么是好惹的呢 但是毕竟秦木格是皇后 十四福尽也不好拒绝 只好勉强地点点头 至于该怎么当监工 十四福尽预备去唱春园 请教请教得飞 见十四福尽的表情 没有一丝的欣喜 秦木格便知道 他有很大的顾虑 但秦木格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反正节约归节 你爱干不干 等十四福尽走后 秦木格却有点出神了 因为好像是在小说中 都是说十四福尽 在十四被圈禁期间失势了的 那么如果阿鲁罗真的跟了十四 也许没几年就可以扶正了 但是秦木格随即又想到了 没准日后阿鲁罗的身上 会被泼好大一滩的污水 无缘无故地被鸿鸣视为 杀母的仇人 哎呀 麻烦啊 见秦木格又再次地叹气 刚走进屋的安安 便问道 哎 阿娘 十四婶若不答应 也没什么的 秦木格微微地一笑 他乐意自己的银子 流入他人的荷包 关我什么事呢 秦木格如今真的 只是想让内务府的人 能少贪污点 就少贪污一点 的确没有打算 花大力气去整治内务府 不过过了两天 当德菲含蓄地给康熙提了提之后 康熙却立即将此事 上升到了国家大使的高度 内务府的猫腻 康熙并不是不知道 但是那是能轻易动的地方吗 别说如今形势不允许了 就是允许的话 康熙也绝对不会同意 由秦木格来负责整治 本来就人养麻烦的事 怎么可能再弄一个 无事都能搅起三分浪的人负责呢 因此 康熙便紧急地赵老师了 告诉老师 儿子们离得远 管不住倒是情有可原 老婆可就在跟前呢 赶紧吼两嗓子去吧 老师起初也是一惊 然后略微地一思索 便赶紧否认了 说绝对没有这回事 秦木格在大事上 可是从来都要请示自己的 自己至今都没有听秦木格 口头报告过 康熙只好语重心长地说道 也许这皇后啊 以为这是小事呢 这下老师也拿不准了 急忙地马不停蹄地赶回宫 照秦木格核实了 秦木格只能委屈地 给老师解释了一下 不就是想让十四弟 开府的时候 手头能够富裕一些吗 老师一听 满意了 但是在冲秦木格批评十四不尽 狗咬吕洞兵之后 还是嘱咐秦木格 内务府千万别动啊 等时候到了 也会指挥你的 千万别着急 秦木格心想 我这还叫着急啊 够有耐性的了 别的不说 自打进攻已始 自己就想废除 太监这藏无人道的制度 但是不是提也没有提这个话题吗 而且还做好了 将这一艰巨的任务 留给后人来打算 不过秦木格 此时没有竭力地为自己辩护 而是关心地问道 爷 洪峰的信到了没 与内务府的贪腐比起来 秦木格更关心自己的儿子 老师摇了摇头 有气无力地说道 还没 但是弘历到了 见老师这般的模样 秦木格好生地好奇 这弘历又怎么了 老师闭上了眼睛 非常虚弱地说道 他叫朕下旨 宣布明告官无罪 而且还叫朕 让百姓用驿站 免费地传递匿名壮旨 也不知道是哪个朝廷定的规矩 明告官 不管是对是错 先打板子 然后就算是最后告赢了 平民原告也得流放 这条规矩 对统治阶级是大大的好 所以虽然经历了无数的朝廷变迁 这规矩愿是原汁原味地给保留了下来 秦木格不觉得这个提议有什么不好 不往平等上扯 但是监督的角度上来看 废除这个明显不公平的条款 对国家管理那是有很大的利益的 听了秦木格的解惑 老师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 哎哟 也知道根子在哪了 这红利干嘛要像你呀 见秦木格很是不服气 老师想了想 还是解释了一句 要是老百姓可以随意地控告官员的话 那不就乱了套了吗 这国家还怎么管呢 秦木格还真没有看出来 民可以告官 怎么会导致国家无法管理呢 就算后市曾经发过了八分钱的邮票 让人恶心老半天的实力 但毕竟是少数啊 老师没好奇地说道 衙门一天到晚都将官员叫了问话 还做不做正经事了 那他们少欺负点人不就能干正事了吗 你怎么知道不会有一大半是诬告啊 红利那小子真敢想 竟然想叫驿站免费地送匿名壮旨 那还不简单啊 就来一条匿名壮旨不受理 而且如果查实是诬告 就重重地处罚刁民呗 是啊 说起来是很简单 但是问题执行起来很难啊 那十有八九都是被诬告的 你信不信 老师继续地揉着太阳穴 奇目阁一听 也是 官官相护 这天平自然是偏向同类的 如今又没有舆论监督 也挺难的 只好转而问他 那红利怎么想起这事的 原来红利在调查的过程中问了 你们既然知道知府胡作非为 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红利是知道民告官的规矩的 但是在红利看来 不就是流放吗 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府人呢 应该很崇高的 怎么没人愿意出头 干干这种有意义的事情呢 被问的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看了老半天 只能小声地跟红利说 不是没有勇敢的人 但是谁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都得提防着自己一家 老老小小被报复啊 红利不大明白了 那造反不是灭酒族的罪吗 怎么大伙又不怕了呢 这时一老者 说出了大伙的真实想法 去告官 得去福建 找巡抚 光愁盘缠就不容易了 还有啊 打官司也要钱呢 而且当官的 自然要袒护当官的 十有八九 告不赢 至于造反 那都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这横竖都是死 那就只是想着 杀一个不赔本 杀两个赚一个了 红利还是想不通 问大伙 知道附近有谁告过官没 大伙 接摇摇头 周围没人试过 红利很生气 都没试过 怎么就知道 当官的会寻思啊 当然 红利就很有脾气的不管了 你们都懒得是 我着什么急啊 不过 随着深入的调查 红利发现 那个混账之府 每次收税的时候 都直截了当的 在砝码外 另外架一个童话 叫做等头 乡民们 每年都被亲事多收 竟然都生生的忍了 红利对乡民们 简直是怒气不争 更是一甩袖子 连问都懒得问了 不过晚上见了红轩 红利还是忍不住 唧里哗啦的 将布满 全部发泄了出来 红轩看法却不同 认为 这样胆小怕事的老百姓 其实是 非常便于朝廷管理的 但是红利 却不是这么认为 逼急了兔子 还有人呢 朝廷为了这次评判 花了多少银子 还有 能将所有的参与者 全都杀了吗 还不是只杀头目 剩下的安抚 多的事都出来了 红轩一想 嗯 是这么回事 大伙一开始 都选择忍 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 就直接爆发了 但是真的要取消 明告官的限制 那问题也多了 只能在两者中间 找一个平衡点了 也许应该增加 预示每年到不同的地方 巡查的次数 但是红利却不认同 那这些人都怕被报复呢 谁敢去告啊 真是的 该胆大的时候 偏偏胆小 该胆小的时候 偏偏都成了莽大胆 红轩想了想 认为这个问题 得从长计议 便叫红利稍安勿躁 等到回京后 请老师叫朝臣们 好好地商议商议 要想主意好 不就得集思广义吗 红利气呼呼地说道 我才不急呢 关我什么事 红轩笑的 你混说什么呀 你若是处在那种境地 不见得比他们好在哪去 见红利要反驳 红轩又说 一句话 只要你惹事 咱们全家都得被流放到 乌里亚苏台去 你好胆子惹事吗 红利吞了吞吐 没有反驳 很深郁闷 红轩笑着拍了拍 红利的脑袋 人就是有顾虑嘛 于是想了一晚上的红利 第二天一早就想通了 然后便愧疚了 觉得自己怎么能够 作弊上官呢 太没品了 然后便开始积极地 献计献策 不是说了要集思广益吗 写好了建议之后 红利还是给红轩过目了 红轩虽然认为 红利的提案有些过激 但是一来这东西 并不是明哲 是私信 流传出去的可能性比较小 引不起什么大波澜来 二嘛 红轩觉得 不能打击红利的积极性 三嘛 红轩认为 如果让红利从头参与此事 当最后的提案形成时 那么红利对于自己的提案 为什么不被采纳 一定会有更深的认识的 比现在简单的否决要好 有助于红利未来的成长 于是 红轩便叫红利给老师发了 还叮嘱红利 要关注此事的进展 当然了 红轩 光考虑红利的成长去了 便忽视了老师的心情 这也是因为 红轩并不知道 红丰在西北惹事了 因为怕红轩分心 大家都没有知会红轩此事 而红丰也许久没有发信函过来 所以红轩只知道 福建广东 大伙闹着要朝廷发行国债 红轩为此 还给老师去过信 问需不需要自己去广东处理此事 但是老师却回信叫红轩 干好自己的差事就行了 因此 红轩认为 大概朝廷已经对国债有了好的对策 毕竟自己的九伯和十三叔都不是吃素的 再说了 广东福建民众的行为也算是爱国 只要引导得当 应该出不了什么大问题 所以 在这样的背景下 老师便接到了红丽这封有点离经叛道的心 不知道该做如何的表情 老师真的想知道 自己能不能不管这帮臭小子 老师这项已经不想管这三胞胎了 恨不得将他们推出去 自生自灭好了 而那项的红正已经跑到楚秀宫去找秦木阁了 不为别的 还是为婚事 红正琢磨着 是不是该趁自己老爹不在京城的时候赶紧溜啊 虽然父子两个都是朝南走 但是碰上面的几率并不大 但因为早就拜托了老师两口子 而且老师还将慈善会交由他打理 所以红正觉得这么贸然地跑了很不够意思 更关键的是 要跑到那个不知道在何处的西班牙 没了老师两口子的支持 那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既然要迎亲 那好歹得有艘迎亲船吧 聘礼怎么也得装满半船 光想完成这两样 凭红正一己之力 那就不知道得拖到什么时候了 当然了 红正倒不介意孤身一人搭个顺风船去西班牙 摘朵野花朝克里迪斯的头上一插 然后请天体作证 简简单单的就把婚礼给搞定了 但是怎么能够保证克里迪斯不介意呢 就算是克里迪斯不介意 那他的爹妈乐意吗 所以红正便来找齐木格了